看來真的是有幫忙作家是一負責的 日常作家是用情感說故事 八組同學發揮所長 在一學期的校內實習下 完成優質的原創節目 在電視大賞中展現成果 今年最讓人耳目一新的是推理型節目 有別於其他組 讓觀眾在觀看節目的同時 忍不住跟著來賓猜測解題 成為今年電視大賞 廣受好評的一大題材 如果要以現在比較新的話 像推理的東西算是台灣 電視裡面算是比較少的 比較少類型的節目 算是推理也是蠻酷的 主辦單位特別邀請四位廣電系老師 擔任評審 節目播閉後 共選出四組 頒發最佳節目 最佳企劃等獎項 評審老師除了給予建議外 更稱讚同學們的無限創意 為今年的電視大賞 帶來新氣象 爸媽不做飯的概念 顛倒了一個從來都是爸媽做飯給我們吃 那今天爸媽不做飯 換孩子做飯給爸媽吃 我想這個是第一個 它是料理是其次 反而是親情的轉換 就是孩子想要替爸媽煮一頓好吃的 那這個煮的內容跟食材 我相信就有年輕人的品味 最佳節目獎由大賞開始前呼聲最高的爸媽 今晚不做飯一舉奪下 節目中邀請兩位大學生下廚給父母品嘗 自然且風趣的互動獲得評審青睞 製作團隊在頒獎台上開心合影 慶祝節目廣受觀眾肯定 透過那個當中的競賽 然後帶出一些他與小孩子之間的親情 還有去挖掘說 就是他們爸媽到底了解他們小孩有多深這樣 電視大賞為廣電系傳統 不只讓電視組同學獲得實作經驗 更鼓勵大家多觀賞其他組別的作品 借以調整方向做出更多優質節目 傳承世新的廣電精神 記者林玉婷 鍾嚴瑞採訪報導